ик long face of our sins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这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入受难周 这是纪念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使所有相信祂的人 不必再受到罪恶 最大的权势 死亡辖制 格林多前书五章十四节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是的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与力量 使所有相信祂的人 可以不再受黑暗权势的捆绑 亲爱弟兄姐妹 让我们大声宣告 耶稣基督祂已复活 也愿上帝帮助我们 一起迎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与新生命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带给我们更新改变生命的力量与生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与怜悯 在这受难周到复活节的期间 让我们以感恩与敬畏的心 来到祢的面前 感谢祢赐下祢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受苦 钉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在第三日复活 胜过黑暗最大的死亡权势 使我们不再被黑暗势力挟制捆绑 来得着自由与永生的盼望 在这时刻我们向祢敞开我们的心 邀请祢的圣灵保慧师来充满我们 使我们更明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带给我们的生命 新的盼望与力量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 显明了祢对我们的爱与恩典 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付上死亡的代价 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祢和好 并且得着永生的应许 求祢帮助我们 在复活节到来之际 让我们不仅深刻的反省 认识我们的有限与软弱 并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领受天父上帝的赦免救赎 天父上帝感谢祢 让耶稣基督的复活 彰显了祢的大能和荣耀 胜过了黑暗最大的死亡权势 使我们可以领受复活的新生命 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以喜乐与感恩的心 迎接基督复活的新生命 与永恒生命的应许 并且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 成为您所喜悦的儿女 彰显你的荣耀 成为祝福人的管道 天父上帝 愿你的恩典 与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得着更新 并且成为上帝的见证人 将你的爱和真理 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